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祢是圣别的神 祢拯救我们 是要我们成为与祢一样的圣别 是在世界里独居的名 是不被世俗来清早 主啊,我们今天在世界 主啊,求祢让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我们环境中的险恶 仇敌,真以各种的笑脸 平安的,不被我们人知道的来清洗 主啊,将祢的照会能够醒觉过来 求祢今天用这篇信息 来开我们众人的眼睛 是福音朋友 也让我们看见 世界是一个美丽的包糖衣的毒药 那一样弟兄姊妹 让我们也能够被警醒 我们是要紧紧连于祢 祢能够保持我们是属祢的人 祝福我们 奉祢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今天来到圣经中的人物第135篇 四世纪第七次循环 今天我们要来看参生的父母 我们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参生的故事 可是并没有太多注意到他的父母 可是圣经里面的记载 让我们来认识参生的出生 是跟他的父母 非常的有关系 摩西死以前 苦口婆心的再三苦劝以色列人 你和你的侄子孙孙 一生的日子 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谨守他的一切律例和诫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是独一的 你要全心全魂全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这些话 要放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最后这一句话 是特别吩咐 这些做父母的 不仅是要放在心上 也要来殷勤的教训 但是当耶稣亚带领他们 进入了应许之地 第一代人死了 第二代人就完全忘记了 耶和华神的拯救 并赐给他们的美帝 也不读摩西的话 就离弃神拜偶像 失去了神所给的祝福 就被仇敌欺压 当他们被欺压受不了时候 才哀求耶和华的拯救 可是却是来利用神 因为当神兴起 士师拯救了他们 而士师死了 他们又离弃神 拜偶像 到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六次的循环 好 士师记得十三章 一到二节 以色列人 又寻耶和华眼中 看为二的事 耶和华将他们交代 非利式人手中四十年 这一次 这个仇敌的对象 是非利式人 那时有一个索拉人 属弹人的家族 名叫马诺亚 他的妻子不能生育 没有生孩子 特别注意到 这边讲到 他的妻子不能生育 百姓第七次的离弃神 还是又寻耶和华眼中 看为二的事 这是一再重复发生的事了 这一次没有提到 要拜哪一个偶像 一方面是在耶和华 他的时候 他们引入了七个外邦偶像 太多了 无法直接的点出来 另一面是因为 他们自己的问题 在生活上 失去了分别为胜的实际 被迦南人同化了 变得繁俗 丝毫没有神指明的实际 非利式人 原先是从爱琴海的 加斐托 也就是今天 在以色列西边的 这个格里里岛 迁过来 住在迦南地 西南沿海中海 沿海的地中海平原 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 那时就已经有 非利式人在那里了 非利式人跟迦南人 不算是同类 非利式人懂得冶金术 从事铁矿业 战争有奈兵器 而冶铁又制作冶器和农具 不可缺少的技术 加上他们所占的平原之地 古物丰富 又移序幕 且有海上贸易之变 这也许是 非利式人在迦南地 比其他民族 要强盛的原因 以色列人从世事时代 一直到大魏 一直受到非利式人的压迫 扫罗就是死在非利式人的手上 非利式人的地 包括了五个重要的城邦 加萨 亚斯基伦 亚斯图 以格伦和加特 今天我们在新闻里面 经常看见的 那个巴勒斯坦人 攻击以色列的飞弹 就是从加萨走廊 也就是早期的这个加萨地方 非利式人进入迦南地 扩展他的势力的时候 胜为强盛 使得沿海的亚摩利人 被迫向内陆迁移 因而逼得弹支派大局北迁 以色列人所受到非利式人的压制 一直到大魏做王的时候才告解除 主前七世纪 非利式人被亚述帝国征服了 后来以色列王国被掳到巴比伦 那里他们没有国家 没有自己的土地被称为犹太人 七十年满了少数归回到加南地的 被罗马帝国统治 多次逼迫他们拜罗马皇帝为神 并诋毁犹太人的律法礼仪 这使得归回的犹太人 一直反抗起义 第二世纪 罗马皇帝哈德良 平定了犹太人第三次革命之后 驱逐所有犹太人离开美帝 为了使犹太人彻底忘记这块地 他废除犹太行审 将其改名为巴勒斯坦 就是非利式人之地 用这个来羞辱犹太人 所以今天我们所听见的巴勒斯坦 这块地 大家习惯用的 其实就是讲到非利式人的地 1948年 犹太人复国 才把这个称号改为 以色列之地 The land of Israel 今天仍然有500多万的巴勒斯坦人 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但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 并非旧约的非利式人 旧约的非利式人 早已经在历史中消失了 今天的巴勒斯坦人 主要就是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难民 因为战乱和各种原因 辗转来到巴勒斯坦 因而他们被称为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复国之后 阿拉伯国家也不愿意 接纳他们回国 这就成了以色列 这块地上的 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 成为他们的 这个勒旁的赤 今天的巴勒斯坦人 跟旧约的非利式人 没有任何的血统渊源 过去每一次神的管教 都是以色列人忍受不了 仇敌的欺压 回转哀求神 这一次虽然非利式人 挟制以色列人的时间最长 但是百姓却忍了四十年 也没有向神哀求 神对以色列人的第七次管教 是使用非利式人 来对付 弹之派和犹大之派 非利式人的侵略 比以前的几次外邦欺压 更危险 因为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非利式人不像磨牙人 迦南人 米甸人或亚门人等 直接而毫不留情地 用武力攻打以色列人 但是在这四十年里头 非利式人借的通婚与通伤 暗暗地渗入了以色列人当中 不是以色列人的受苦能力 越来越强 而是属灵的黑暗越来越深 非利式人挟制以色列人的出奇 似乎并不可怕 以致他们的挟制 虽然对周边的犹大之派和弹之派 有他的影响力 竟然会使犹大人捆绑参生 把他送给非利式人 这在我们后面会看得到 非利式人有可能 用这种像禅肯桑叶一样 一点一点的方式 最后全面占领迦南地 灭绝以色列人 所以虽然非利式人 挟制以色列人 犹大之派和弹之派 却没有像在雅门人手中那样 极其困苦 而是甘心接受 既成事实 伏在非利式人的挟制底下 既不觉得很苦恼 也不觉得需要向神哀求拯救 以色列人这一次悖逆 是在一种被世界麻醉的光景中 如同温水煮青蛙 被非利式人挟制了四十年 整整一个世代 没有人叫苦 也不哀求神来拯救 这是非常可怕的 麻木不仁 参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神兴起 支身力战非利式人 以保持神的子民 能够继续生存 这种情形也描绘出 新约教会住在世界里的危险 逐渐被世界同化 而不自觉 最后不再是被神 从世界里 圣别出来的子民 而是又被世界的王 带回了世界 启示录中预言教会历史 就是从被逼迫的 四美拿教会 转到了嫁给世界的 别加摩教会 住在撒旦的宝座里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在圣经里面 是用海这个字 来表征世界 教会如同一艘船 在海里生存 如果信徒不警觉 当船有了破洞 水逐渐渗透到船里头 逐渐的使船 满了水 那就必定要沉默 今天许多习惯与世界 掺杂的信徒 也同样是在 非利式人挟制下 得过且过 在属灵的黑暗中 苟延残喘 既没有分别为圣的实际 也没有从神而来的 平安喜乐 今天的世界化妆得很漂亮 用圣诞节 复活节 万圣节 其实是鬼节 还有各种给孩子过生日 等等的节期方式 又借着网路 电影 流行歌曲 报章杂志等管道 无孔不入的洗脑 渗透到信徒里头 灌输着从世界来的 各种观念 参生的被神兴起 就是在这一种神子民 被世界渗透 而不自觉的危险背景之下 虽然百姓并没有 意识到危险 但神的救恩和信实 不会因着人的属灵麻木 而改变 神对我们的拯救 都是在我们还没有哀求 寻求他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他在以色列人毫不自觉的时候 就准备了参生来拯救他们 神把以色列人交给非利式人的同时 也主宰地预备了参生的出生 用拿西尔人的奉献 归神的方式 可是这一次却不是从人的志愿奉献 而是从圣别他母亲的生活开始 到了新天新地 起初二十一章第一节就提到了 海也不再有了 就是那个时候世界也都完全的过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贪爱世界 因为世界会过去的 主耶稣说在他里面 没有一点世界王的地位 我们今天连于主 世界也不容易来清洗我们 参生的事迹 其实也是以色列人的象征 换而言之 参生与神的关系 等于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 参生象征以色列人 他从母父中就被神分别为圣 要做一个拿西尔人 与神有特殊的约定关系 以色列人也同样 在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之前 就已经被神拣选 与神有了立约的关系 而他们在西南山下 也就与神立约了 却一再的背弃神破了约 但是参生 一再的与菲利士女子亲近 好比以色列人 一再敬拜外邦人的偶像一样 整个参生事迹的记载 并没有直接批评参生的不适 反而参生好像是神的秘密武器 屡次被神的灵感动 得着大能将菲利士人大大杀败 适师之所以为适师 他们的为人并不值得我们效法 重要的是他们在神的计划中 被神所使用 为了要完成 神兴起他们来拯救 以色列人的服事 然而即使适师有极大的能力 却都和基督的家谱没有任何关联 他们是神用来保护基督的先祖们 能够正常的延续不断 直到主的成肉身来到 索拉这个地方是迦南地 西菲拉丘陵的一个城域 西菲拉就是在高山跟平原中间的 那个丘陵 位于和菲利士人交界的缩猎谷 缩猎谷这个地方 我们在参生的故事中会看到 索拉城是在弹之派与犹大之派的边界上 在分地的时候是先分给了犹大 可是后来又给了弹之派 所以菲利士人在这个时候的影响范围 是在犹大和弹之派的境内 弹之派被亚摩利人限制在山地 可能大部分人就北迁了 只剩下少数家族留在原地 参生的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们只被称为属弹族的人 Family 而不是属弹支派Tribe的人 所以他们只剩下少数的一些人 马罗亚的妻子和亚伯拉罕的妻子 莎拉 萨姆尔的母亲哈拿 施敬约翰的母亲以利莎伯一样 都是不怀孕不能生育的 古代以色列人的女人如果不能生育 会被认为是极大的羞耻 代表没有了后代也失去了成绩美帝的产业 当以色列人都甘心服在仇敌挟制之下的时候 神就使用一个没有盼望的女人 为百姓兴起拯救 当众人都在黑暗中被麻醉而麻木无感 走向死亡的时候 神就叫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生一个拯救者 从死里唤醒百姓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 对他说 向来你不能生育 没有生孩子 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所以你当谨慎 淡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不可以用剃刀剃他的头 因为这孩子从母父里就归神做拿西尔人 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 脱离非利世人的手 注意这里神吩咐妇人 你当谨慎 淡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 而不是对那将要出身 做拿西尔人的参孙说 表示这个妇人是经常喝酒的 也吃不洁之物的 也吃不洁之物的 是被世界同化了 这妇人表征当时以色列人 作为神妻子的光景 这妇人向来不能生育 没有生孩子的原因 可能就是她经常喝酒 又吃不洁之物 又吃不洁之物被玷污了 不是圣别的子民就不能够生孩子 我们如果被世界玷污就不能结果子 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就要被主捡去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为什么不能结果子呢 是不是我们身上世界的成分太多了 另外圣经没有提到这个妇人的名字 只有丈夫的名字 也表征离弃神这真丈夫的以色列人 因为被世俗同化了 在神的面前是不值得纪念 在生命册上也没有份 所以他没有名字 拿西尔人是借的许特别的愿 任何以色列男女都可以将自己 分别归神成为圣别 这是借着人甘心的来许愿 这是神 这是以色列人在西南山下 把藏墓建造好了 预备起行往应许之地去的时候 神特别制定的 也是让不是亚伦家的人 可以借着许愿 分别为圣 归给神来侍奉神 神命定侍奉神的祭司 必须是生来就是亚伦的子孙 这是由神发起的 神命定了一个家族 就是亚伦家来做祭司 可是这么一来就把其他以色列人 都排除在这个机会之外了 可是任何人都可以借着甘心乐意 许愿成为拿西尔人 这需要由人自己发起 将自己分别归神 神为了人能够主动奉献自己来服侍神 能够这样许愿的 都可以抓住这个拿西尔人的机会 拿西尔人的愿 给每一个人都开了门 给神所有的子民同等的机会 他们可以如参孙来做战士 或者如撒末尔做祭司 来绝对为着神 神定子的成就 需要人甘心乐意的配合 来补满神的命定 就如同撒末尔的势力中 哈拿向神求一个儿子 愿意奉献这个儿子 撒末尔成为拿西尔人 在神没有可用之人的时候 借给神 履行祭司的职责 就补满了 原是神所命定 却有欠缺的祭司以利 以利是亚伦的后代 可是他失败了 神就用撒末尔做拿西尔人 来补上这个缺陷 拿西尔人的许愿是神制定的 主要有三个要求 第一 从世界的影响中分别出来 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 就是拿西尔人的愿 所以这里头男的或女的都可以 要将自己分别出来 归给耶和华 他就要远离淡酒和农酒 也不可以喝淡酒或农酒做的醋 不可以喝什么葡萄汁 也不可以吃鲜葡萄 或者是干葡萄 做拿西尔人就是要绝对 并且彻底的分别为圣 归给神 这样成为圣别 就是不被神以外的事物玷污 不沾染任何从属地 世界来的娱乐和享乐 圣经中关于葡萄和葡萄酒 有正反两面的意义 在约谈的比喻中 葡萄树产生使神和人喜乐的美酒 主耶稣也比喻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是为着结果之的 这是正面的意义 可是在拿西尔人的约和启示录 哈米吉顿战争 却是负面的 在此表征 从属地源头出来的娱乐和享受 在哈米吉顿战争 葡萄树表征邪恶的外邦人 是基督和他种子体 所组成的蒸葡萄树的赝品 麦子是在水分干燥时候成熟 所以信徒到了启示录十四章 有一个团体的大收割 被提 但是葡萄成熟的时候 水分反而充盈 在启示录十四章 葡萄熟透了 是指做葡萄树的外邦人 罪恶满盈 受审判的时候到了 九 能够刺激堕落腐败之人的感情 麻痹人的理性 使人不能分辨神的话语 或者是魔鬼的引诱 更使人贪念神之外的其他艳乐 罗亚在洪水之后 摘了一个葡萄园 这里特别指出了 他是摘了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 便醉了在帐篷里刺着身子 密尾纪第十章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 也就是侍奉神的时候 淡酒浓酒都不可喝 免得你们死亡 因为喝了酒 他们就会不知所措的 做出一些举动 是违反神的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使你们可以将 圣的和俗的 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分别出来 又使你们可以将 耶和华 借摩西 告诉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 教导他们 祭司进会幕的时候 是要侍奉神的 所以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免得他们死亡 为了他们是 让他们神智清醒 可以把圣的和俗的 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分别出来 而且他们也可以来 教导百姓摩西的律法 但他们喝了酒 就被麻醉的迷糊了 以弗所保罗告诉我们 不要醉酒 醉酒使人放荡 乃要在灵里被充满 所以神要求 绝对圣别和完全 侍奉的拿西尔人 不能饮用淡的 或浓的葡萄酒 埃及的酒 通常是用大麦酿制 好像今天的啤酒 而迦南地的酒 是用葡萄酿制成的 当以色列人 从西乃山起行 往应许之地前行的时候 神事先提醒 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的情形 神预知亚伦的祭司 如果堕落了 可以开拿西尔人的边门 来补上这个缺失 在圣经里面 有四个希伯来名词 都和酒有关系 第一个酒 雅印 可以指一切经过 发酵的葡萄汁 也可以指 还没有发酵的葡萄汁 因此 在拿西尔人的条例中 葡萄汁也被算为酒 圣经中的淡酒 通常是指用四分之一的水 对一分的浓酒 来冲淡酒的浓度 第二个 新酒 意思是新榨出的酒 只用来指 还没有经过发酵的葡萄汁 象征福气 恩典 第三 浓酒 Shaker 原文是 会使人醉的酒 只还没有经过 稀释的发酵饮料 容易使人喝醉 盒本通常翻译作 纯酒 第四个 醋 是指食用醋 也可以指酸酒 因为酒跟醋同源 葡萄汁中的糖分 先发酵成为酒精 酒精继续发酵 就氧化成为醋酸 所以变酸的酒 就成了醋了 在拿西尔人里头 他是所有的淡酒 浓酒 还有包括醋 都不可以喝 拿西尔人必须 禁绝酒 和一切与酒来源 有关的东西 就是葡萄 这表征 禁绝属地的享受与欢乐 禁绝各种的酒 就是禁绝各种属地的享受和欢乐 才能够分别归神为圣 今天我们对一切使我们快乐旺行的属地事物 都应该谨慎 有些属世事物 虽然如淡酒 却是掺过水的酒 还是有麻痹的成分在内 久而久之 被麻痹了 还不知道 属地的欢乐 容易导致情欲的行为 和情欲的念头 就如同发生在参孙的身上 所以参孙的记载 对我们也是个警告 属地的享受和欢乐 会玷污分别归神的拿西尔人 使他不再圣别 就与神隔离了 醋和酒是归于一类 因为来源相同 酒、醋和葡萄汁都被禁止 由此我们看见 绝对为了神的人 该完全从属地欢乐的事物中 分别出来 这就表明了拿西尔人的绝对 分别为圣 不只是竭尽自己 更是完全的分别出来 归给耶和华 目标是耶和华神 不是凡俗脱离凡俗的和尚 而是甘心将自己归给神 这是要与神圣别的性情相配 才能够势力在他面前 来侍奉他 神拯救了被世界 也就是埃及污染的以色列人 然后与他们立了婚约 并且要和他们住在一起 神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 成为圣别 因为我是圣别的 要和圣别的神同住 必须主动地使自己分别为圣 成为圣别 所以为了要得着神心意的 新耶路撒冷作为神的心腹 保罗说 基督爱造会 为造会舍了自己 好圣化造会 是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 捷径造会 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造会 没有斑点皱纹 或任何这类的病 好使他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所以主今天还在圣化造会 最后要使他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我们都在这条圣别的路上 彼得也说 你们既逃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借着这些应许 得有份于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就是圣别 我们要成为与神 圣别性情相配的心腹 就要主动逃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才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 这个逃离就是 拿西尔人的镜子喝酒 和吃任何的葡萄产物 拿西尔人的第二个要求 在他许愿分别出来的一切日子 不可以用剃刀剃头 他要成为圣别 又是圣别了 所以拿西尔人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圣别 直到他将自己分别出来 归于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他要任由法流长长 头象征着在这个人之上 有神来做主掌管他 拿西尔人留法流 表示承证神的主权 并且绝对服从神的命令 不可以用剃刀剃头 表征不可以来弃绝神的主权 灵前十一章三节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在以弗所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基督乃是向着他的身体造会 做万有的头 在拿西尔人的许愿 和灵前十一章里头 基督做个人的头 是关于个人的 基督是团体身体造会的头 也是个别信徒的头 他是我们个人直接的头 拿西尔人要任由头发长长 那就是说 他要一直服从主的主权 在这主权里面才会有能力 参孙能力的来源 就是从他的不剃头 尊重神的主权才有的 好 我们看看 就是今天在犹太人里面 他们叫做Ultra Oxidat Jewish 他们是那种决端的这个激进派 是非常遵守旧约的摩西律法的 你看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法柳是特别长长的 这个人还特别编了辫子 今天抛弃权柄之的 不法的日子已经开始了 我们如果废除了警察 关闭法院 社会将满了强暴和杀人犯 我们无法生活在这种 无法无天的局面里 美国虽然有好的宪法 并且基于这宪法 有很强的法律和各级法院 监督这些法律得以执行 然而过去几年挑战法院 攻击国会的行为与言论 却突然开始 弟兄姊妹 这也是主再来之前的一个前兆 这种不法的日子 将要在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达到高峰 因为他是不法的人 就是灭亡之子 那个时候黑暗 谎言掌权 将是大灾难中的后面三年半 拿西尔人的第三个要求 在他将自己分别出来 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 不可以挨尽死人 他的父母兄弟和姊妹 死了的时候 他不可以因他们死自己不洁净 因为那分别出来 归于神的凭据在他头上 我们看见第一个要求 就是弃绝属地的任何的享乐 第二个是尊主 是那个掌主权的 这个头发不能剃 第三个就是不可以触摸任何的死亡 拿西尔人不可以接触死人 免得受玷污 在活神眼中最可证悟的就是死 拿西尔人不可以被死玷污 连哀尔人都被禁止 拿西尔人甚至不该因为血清 至亲的死受玷污 而该一直分别为圣归审 这表征我们不应该 因为来自天然情感的死受玷污 而应该在圣谍中保守自己捷径 可拉大滩雅比兰背叛摩西的时候 就是不认他是神的代表权柄 也就是背叛神 这种属灵的死亡也需要逃避 所以摩西吩咐说 你们离开这些二人的藏堂吧 凡属他们的什么都不可以触摸 恐怕你们与他们一切的罪同被除灭 所以不仅是要离开 而且还不可以去触摸 就跟这里拿西尔人要离开死亡 也不可以触摸这些死尸 我们很难领悟死是多么的污秽 并且玷污人 我们认为罪非常玷污人 可是神恨恨死更胜于恨恨罪 在造会生活中 最可能进来玷污造会 破坏圣徒 但我们更常受死的玷污 而不察觉 死是隐藏的东西 常常就在我们身旁 但我们对死没有感觉 或者我们不觉得死 就已经受到死的玷污 而灵里发死 任何叫我们灵里下沉发死的 我们其实已经受到了死亡的玷污了 罪带来定罪 就在我们的良心里面 会有强烈的感觉 然而死不是定罪的事 不是影响良心的事 死是让我们死成 使我们发死的事 有的信徒来到聚会中 冷冰冰的板着脸 如同一句死诗 身上如同从冰箱里面 拿出来的冰冻饺子 散发着冰冷的死亡的气息 把整个聚会带入死亡 我们聚会时候如果不用灵 我们即使是唱歌读经 祷告声言时候不用灵 也都是死亡 使得整个聚会死成 可是没有太多人有感觉 就是有了感觉 也不知道该如何 把生命带进来 这就使教会 落在死亡的光景中 我们如果因为料不到的死 受了玷污 就需要有新的开始 我们需要将自己 重新分别给主 向主认罪 求主赦免而得洁净 使我们的灵 能够重新得力 我们在主面前 灵力要非常的灵敏 当有死亡来了 被玷污了 我们要新的开始 今天我们生活在人中间 按照属灵说 我们无法断定 什么时候会有人在身旁死去 按照人来说 如果身旁有人突然死了 这不是拿西尔人的错 然而这样突然的死 仍然会玷污拿西尔人 拿西尔人对这种玷污 仍然是有责任 要在主面前 有一个新的开始 罪是属于撒旦 但是撒旦是死的源头 善恶知事树 有善也有恶 但有愤于这树的结果 不是恶 乃是死亡 我们转向主 吃生命树 结果就是生命 在教会生活中 我们必须一直拒绝死亡 与其争战 不让教会落入死亡的笼罩之下 剃头 原文是在头上经过 表示连修剪头发也不行 圣经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不可以修剪头发 但是不修剪长发 能够叫人一看 就能辨认出 那个人是拿西尔人 就成为拿西尔人 唯一外在可见的圣别标记 死亡是罪的结果 也是挟制人的权势 因此神最证悟死亡 拿西尔人的生活 要让神居守卫 就要与死亡有绝对的分别 甚至他的父母兄弟或姐妹 死掉的时候 他不可以因他们 使自己不洁净 这是一个对付人 属地感情的要求 拿西尔人头上的分别出来 归神的凭据 不住的提醒 他是活在神的权柄之下 要重视属天的感情 过于属地的感情 有的背叛如同可拉党 那些跟随背叛者 不愿意离开的 通常是舍不得属地的抢情 也就落入死亡里头 拿西尔人的圣别 要求超过了祭司 接近大祭司的标准 因为连祭司的头上 也没有分别出来归神的凭据 大祭司和祭司 是进会幕值班之前 不可以喝酒 但是拿西尔人 是完全不可以喝酒和葡萄制品 一般的祭司 在近亲死亡 可以哀哭 但是大祭司 与拿西尔人 却不能够哀哭 拿西尔人的愿 必须是奉献者自己许的 拒绝淡酒浓酒 也是许愿者要做的 可是在这里 是神来向这位妇人说 要她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一些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 为什么这是神发起 因为以色列人 被非利式人麻醉了四十年 居然没有人哀求神的拯救 他们都已经麻木了 神找不到人志愿 来离弃属地的享乐 而神又爱他的子民 不能让他的子民就这样 被非利式人拖入属世的深渊而死 神不得已 所以就由神自己来发起这个拯救 另外 这次的拯救是按照神的时间表 要由母亲开始 等不着参孙长大了 母亲的生活方式 对于一个能够拯救百姓的事实 非常重要 她自己要做榜样 并且母亲怀孕的时候 如果喝酒 酒的成分就会被胎儿吸收 也就是属世的成分就玷污了胎儿 不能够成为圣别 在这个时候 神所要的拯救者 是要从母妇的胎中就被圣别了 保罗说他自己是被神 从母妇里就分别出来 又借着他的恩典呼召我 而保罗更赞美神 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爱里 在他面前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有先见有主宰的神 在他神圣的经伦计划中 在时间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在基督里选上了我们 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到了时间终了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会成为圣别 没有瑕疵 神的拣选需要这个妇人的配合 脱离以前属世 喝酒 吃不洁之物的习惯 为了能够生出一个合乎神 在那个时代 分别为圣的拿西尔人 来执行神的经伦 我们是否愿意放弃 属世的享乐 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 并且得着拿西尔人 当神的子民都不肯奉献自己 归神的时候 神就安排 参生来显明拿西尔人的原则 用这个不合格的拿西尔人 让百姓明白 如果神的百姓不肯分别为圣 奉献自己 放下自己属世的享乐 单单以神为乐 就永远不能脱离失败的循环 神用参生这个被动的 不合格的拿西尔人 后来神又安排哈拿的家庭环境 激动哈拿 主动奉献撒木尔 成为一个合格的拿西尔人 也是转移时代的人 神安排给参生的使命 只是其手拯救 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真正制服非利士人的工作 将由 撒木尔 扫罗 大卫 来完成 参生的使命 不是为了制服非利士人 而是要用他的经历和失败 来唤醒 沉睡在黑暗里和属世享乐中的百姓 使他们回转归向神 分别为圣 归回向着神 彻底脱离失败的循环 在这个非常黑暗时期 虽然神赐给参生特殊的能力 却任凭他放纵肉体的情欲 不能活出拿西尔人的实际 也任凭百姓 对非利士人的挟制麻木不仁 没有人起来跟随参生征战 显出神能够借得不合格的 赤施来拯救不合格的百姓 不合格的拿西尔人参生 是独立对抗非利士人 然而合格的拿西尔人 撒木尔 确实以色列全家都除掉偶像 专心归向耶和华 单单侍奉他 带领他们团体的来侍奉神 这又符合了 第一是属地的 第二是属天的原则 所以第一个拿西尔人是属地的 第二个拿西尔人 撒木尔是属天的 妇人就去对丈夫说 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 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 甚是可畏 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 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 却对我说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现在你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 因为这孩子从母妇里一直到死 必归神做拿西尔人 神人这个词意思就是属神的人 第一次是用在摩西史以前 为以色列人祝福时候 称他为神人 第二次就是用在这里 第三次就出现在沙漠上 神拆来一个神人 责备祭司以利的时候 不过这个使者就是基督 作为父神所拆来的一位 马罗亚就祈求耶和华说 主啊 求你叫你所拆遣的神人 再到我们这里来 好指教我们 怎样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 神听了马罗亚祈求的声音 父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 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 他丈夫马罗亚 却没有同他在一处 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 那天到我这里来的人 又向我显现了 马罗亚起来 跟随他的妻子 来到那人跟前 对他说 你就是与这妇人说话的人吗 他说 我就是 马罗亚说 那么当你的话应验的时候 这孩子当守什么规条 他要做的是什么 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 我告诉这妇人的一切事 他都当谨守 很特别的是 马罗亚问这个孩子要做什么 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却说 他告诉这个母亲 这个妇人的事情 他都要谨守 葡萄树所结的 他都不可以吃 淡酒和农酒 他都不可以喝 一切不洁之物 他也不可以吃 凡我所吩咐他的 他都当谨守 马罗亚是问 孩子要做什么 但是耶和华的使者是说 这个母亲当做什么 马罗亚关心 指教我们怎样带 这将要生的孩子 这孩子当守什么规条 他要做的是什么 表明他看中神所给的孩子 不但关心这孩子 应当如何生活 也关心这孩子将来 怎样完成他的使命 马罗亚的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神并没有披露 具体的计划 只是重申 凡我所吩咐他的 他都当谨守 重点还是在母亲身上 因为人最重要的是 活在神说过的话里头 而不是去知道未来的秘密 人的责任是在神面前 根据神说过的话 正确的生活 神自然的会负责 让我们的一生 来与他配合做工 马罗亚所关心的是 知道神要他们 该怎样带这个孩子 这个祷告也应该发自 所有父母的内心 他们的孩子是 耶和华所赐的特别产业 父母应该承担 训练孩子的责任 并且做榜样 使神对他们的旨意 得以实现 保罗在以弗所书说 做父亲的 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 只要用主的管教 和警戒养育他们 父亲在肉体里 就会惹在肉体里的儿女的气 所以我们不能够在 旧造里面来养育儿女 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儿女 是父母最重要 并且艰巨的任务之一 离开神的引领 这项工作是难以顺利的完成 被今天世代风俗影响的父母 尤其要谨慎 必须经常寻求神的指引 才知道如何来教育他们的孩子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是神交托给父母管理的属灵责任 父母在身体魂灵上养育他们的最终的目的 是要让儿女与自己一起进入基督的身体 成为神建造基督身体的属灵材料 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既有爱又有矛盾 也既有辈分的不同 又在主里面同为肢体 若要处理好这种关系 不让两代人的属灵生命受亏损 我们必须付上代价 真实的接受十字架对付自己的肉体 尤其是父母要做孩子生活上的榜样 神怎样以恩慈怜悯温柔对待不配的父母 父母也应该照样效法天父的心 以恩慈怜悯温柔对待不完全的儿女 所以保罗说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 神交给父母最重要的责任 不是儿女的快乐、智慧、才干和健康 而是用主的管教和警戒养育他们 把神的话语在生活的榜样中 活生生的做榜样来教导他们 并且训练帮助儿女 建立和神之间的既敬畏又亲密的关系 真是要教导孩子们从小就能够敬畏神 但是又不是退缩远离神 而是与神亲密 惹儿女的气 只会挑动儿女的肉体与父母对抗 并使儿女对神敬而远之 马罗亚在求问如何教育这孩子的时候 使者又再次说明 神的指示是针对他的妻子 师父也提醒马罗亚要帮助妻子 在戒除喝酒和吃不洁之物的事上 不可以放松 在这一段记载 要这妇人敬酒和敬止吃不洁之物 一共重复的三次 也就是在生活上要加强警醒 我们今天也活在被非力士人 就是世界渗透的世代 多么需要从世俗的生活中脱离出来 紧紧连于调和的灵 依靠主的恩典来生活 我们不论做肉身或属灵的父母 都要以身作则来养育主给我们的孩子 不能够仅期望自己没有活出来的生活 要孩子去活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自己爱世界 不爱主不爱主的话 不爱传福音 不爱牧养主的羊 却希望孩子爱主 爱读圣经成为拿西尔人 这是不实际的 神要得着与他配合的拿西尔人 要从父母开始 也就是从我们做父母的自己开始 拿西尔人生活 就能够预备金鸣同女登礼的游 预备迎接主的再来 阿们 好 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好